我的話我會想要 就是看女生 就是去看女生 看 快快快 嗨 大家好 我是知心 我是七元 是莫卡 我是Gene 你認同嗎 認同啊 完全認同啊 你講得很好 還不錯 對 有很多的觀點都跟我們滿一致的 你有遇過嗎 我沒有 但是我能體會那種感覺 跟你吃醋的那種感覺 那你會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 自己的心態要調整 可以就是 就是加自己的魅力嗎 就是你要他注意到你 嗯 就是 我知道怎麼到 你不用跟他說什麼 我真的很喜歡你 就不用這麼直接 但是你就可以展現你自己的 就是有魅力的一面 女生的話 就是可能真的吃醋的話 你可能就是說 你可能吃醋 然後就是那種 那種撒嬌的那種 就是男生可能會覺得 哦 有一點 對 有點可愛 真的嗎 果然 好 我自己覺得 好像因為 文化的關係嘛 可能以前 高中是大學的時候 就會覺得 蛤 他竟然跟我曖昧 然後還在跟別人約會之類的 就是覺得 我自己想要找他 那種 了解國外的約會文化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 也沒有不好 你可以約會認識彼此 但是不要可能曖昧吧 我自己是這樣子 好 我覺得約會就是 你把他當作成交朋友 然後大家只是出去認識 基本上 就像你在跟一個人交朋友的時候 你不會限制他 不能交其他的朋友 對吧 所以如果你的心態是交朋友的情況下 那你就 比較不會有那種得事性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一個異性的話 如果你 非常早就讓對方覺得 你真的很喜歡他的話 有的時候這樣子的需求感 會讓對方覺得有一點壓力 那反而會讓對方可能 離你的距離就會越來越越 我跟我老公也是這樣耶 就是一開始他也有在跟其他的約會 我原本也有 然後可是跟他約會之後我就覺得 嗯 就是他 跟他還是在跟其他的約會 對 他有跟我說他喜歡哪些特質 嗯 我就知道我中了很多啊 我就知道我也是對的 你對的 然後對 然後我就是努力讓他看到我那一些特質 我比較注重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那個交流 比較會覺得 扣分的地方嗎 就是如果當對方 講話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比較批判性的詞語的話 我會覺得 這個可以多觀察一下 可能以後比較會造成一些紛爭之類的 不過我覺得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們盡量和平一點點 會不會就好 我覺得我蠻隨和的 所以就是約會的時候 就沒有特別覺得怎麼樣 除非 就前期約會感覺 他們如果遲到什麼大 我就覺得 哦好像還可以接受 因為 可能大家都會犯錯嘛 但是如果他一直的話 可以覺得 哦可能要觀察 或是說有些人就比較 不會顧慮到女生 就是沒有那麼貼心啦 然後或是比較不尊重的話 我覺得就也會比較不好 我覺得 遲到吧 我都會遲到嗎 什麼的啊 可能遲到一下 會感覺起來 比較沒那麼在乎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 比較哦 有 沒有 就是覺得 我 就是 我又沒有跟你約我都沒差啊 就不在乎啊 我真的想知道 最提早一點點也好 我就是會遲到的那種 因為我也會 我會看人 我會選擇性遲到 可能遲到一下 會感覺起來 比較沒那麼在乎 那你跟我約 你們遲到嗎 不過要怎麼可能 我起頭快就好吃 哦有有 我自己有一個習慣 我會問對方說 有一個什麼地方 是他很想去 但是一直沒有去的地方 那會想要問那個 他有沒有想去的地方 的原因 是因為 這樣其實就多了一個話題 就是 其實我問看對方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 你一直很想 來 然後又像陪對方 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 對 那如果平常的話 我會收藏一些 很人家推薦的美食 然後適合 就是大家 輕鬆吃飯 然後聊天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當作一個備案 我怎麼覺得 你好像沒有問 我還有適合 你講 啊啊 等一下 不是 對不對 不是 是 好像沒有聽他問過我說 欸 你為什麼會想來這裡 的感覺 他確實就是 我記得 我記得海邊是蠻不錯的地方 因為 我自己啊 我記得那個 澆的一些 盆 就是我 之前 有 等一下 來 看一下 就是 我之前的那個 不是不是我之前 我朋友之前 他大概都是 跟就是 大家都坐在城市裡面 相當的時候比較少 會看到海 這邊大家平常 可能工作比較忙 那駕魚的時候就會去海邊 因為大家看到海就會比較放鬆 然後再配一個 好吃的 好吃 吃好 對 吃 吃很重要 我覺得覺得還蠻看人的 就是像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那種 加工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地點可能不見得是很重要 就大家就希望就是感覺很大的壓力在這邊 因為約會就是重點是跟誰 我的話我會想要就是 看女生 蛤 去看女生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去看女生 是 看他想要 就是看他習慣什麼 自己覺得就是 只要出去的話 其實都 都海 就是不要在那種很陰暗的地方 之類的 但我覺得自己知道的就是 一定要吃 哦 有 一定要吃 大家都喜歡吃 對啊 吃然後還可以聊天 你也可以看對方喜歡什麼 地點 嗯 然後也可以個人認識他 在他自己比較喜歡去哪 或做什麼興趣的人 嗯 除了那個搭完 我還有其他 哈哈哈哈 其實女生真的是很辛苦 哈哈哈哈 但有太多的東西要搭配 啊男生啊 很簡單 就是依照你自己的風格嘛 你自己平常適合什麼樣的氣勢 好 你就表現出那樣的風格 就像我自己看就是 文青風比較多 好 那就往這個方向然後配色做好 然後如果你知道就不外的話 好行動的一些衣服 那就可以了 不會覺得說走在外面很久 然後很熱 黏衣服就會很黏那種 在外面很長的時間都還可以很舒服 不會影響你表現的 像可能就不能穿灰色的衣服 就夏天的時候 因為如果 會有汗 對 一直下來流汗的話 就深色的 很快 哈哈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穿搭的話 就我蠻喜歡穿搭的 然後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或是自己的風格去穿 但是男生通常都比較喜歡 可能偏 熟女一點的風格 所以呢 是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 可能前面約會的時候 可以先打扮得稍微 熟女 像我自己風格好像就是比較有個性一點的那種 有時候像現在約 他就會說我是一個 很像小男孩這樣子 對 如果他唱比較衰 我就會說 他今天很漂亮 你跟我開 我直接女開 我都好 就是我會先扣分 但是我沒有辦法在別人面前生氣 相處上來 我是不會覺得不開心 畢竟都出來了 對啊 我覺得相處還是比較重要 嗯 就是搞不好 雖然他大家知道 可是你們後面相處也蠻快 你覺得 也不要因為那一點 然後就 離開 大家就都出來認識彼此 他就出來玩嘛 所以就 也不用特別 就是對某些事情很生氣 因為 其實 說實話 你就是來認識彼此的 然後 如果他有哪些地方是你覺得不喜歡的話 那 可能就之後 不要那麼長 約會啊 或者不要那麼長 見面之類的就好了 就是還是 有一個好的 關係 就斷不成朋友 至少不要當敵人這樣 有一點 這樣的感覺 那我如果的話 我是不是學著 繼續這個約會的行程 趕快把行程縮短一點 就三個地方 還是去一個半就好了 等一下 我沒有試 真的 我等一下有一點試 不會讓對方覺得 好像 我們覺得他不OK 或者是 比較不會讓他察覺的方式 然後就是結束 那個 約會這樣 對 然後自己可以觀察 嗯 不輕被冒犯 然後也不要冒犯 你 還是會 如果有什麼想要 問我們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主題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 拜拜 拜拜 好 如果 剛剛有講到要去海邊 所以如果要去海邊的話 一些女生 他可能會怕 頭髮會亂掉 因為海邊風比較大 所以 如果去海邊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跟女生 先討論一下 因為要看那個女生 她的 平常喜歡的風格是怎麼樣 如果她 打扮得好好的 妝髮都動得好好的 然後你帶我去海邊 然後直接 是豬人行 太可能 太可能 現在是豬人在吹掉 不是 不行 不是